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欢迎来到谢小飞私人厨房 这位小姐请跟我来 我谢小飞亲自做的招牌机 你不应该感动得泪流满面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在生命中遇到了我吗 谢谢你为我做的 我为你教 欢迎来到谢小飞私人厨房 今天想吃什么 陈总 您有什么要紧事 就赶紧说吧 珊珊的事情我错了 别说这个了 你今天一定要听我说 那天把你送走之后 我感到一儿 医生就跟我说 我妈妈去世了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崩溃吗 尽管我妈做了十几年的植物人 严格意义上讲 她只剩下一口气 跟去世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觉得 她只要还躺在那里 就依然还活着 就依然还会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 直到那天 她被推出了病房 她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天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天 因为我同时失去了两个 对我来说 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业柜美 从那天以后我 开始喝酒 喝到酒精中毒 要不是和小夕传播 每天在身边照顾着我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之后我也给你打过电话 我以为你和秦天宇和好了 你以为我跟秦天宇和好了 所以你就去跟赵晨曦订婚了 我真的不知道拿她怎么办 她因为我逃了婚 送用登报声明跟她脱离关系 再加上你跟秦天宇在一起的消息 我真的绝望了 但是同位 当我再一次见到你之后 我才发现 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真的忘不了你 你忘不了我又能怎么样呢 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现在身上担负着整个谢氏 你再也不是一年前 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谢小飞了 我们以前经历过那么多波折 以前能克服的现在也可以 你别幼稚了 以前经历的算什么呀 以前经历的波折 只不过是你没钱了 你落魄了 现在呢 现在我们之间有太多阻碍了 身份 地位 你落魄了 好 这些是你 还有你 也可能是你 还有你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感情中的定时炸弹 你想过吗 我真的不想再承受一次了 小飞 明明天 但是又贵了 不是所有感情 都能白头捣老的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祝你幸福 童韦